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害怕被暗杀和军队政变 对谁都不放心 未来中共政坛还会出大事 对此前火箭军高层出事的原因 有人说是泄密 有人说是贪腐 但吕奥自由主义法学家袁洪斌教授9月14日在《精英论坛》节目中表示 他从中共体制内良知人士获悉 根本的原因是习近平发现火箭军的整个领导体系都是两面人 消息称 火箭军的这些高层认为 如果发动台海作战 中共极大可能失败 于是 他们表面上对习近平发动台海战争表示坚决支持 而暗地里则不断地发表消极言论 结果被李玉超的秘书汇报到了习那里 袁洪斌说 现在各个大军 区籍以上军官的秘书都是中央军委主席办公室最后批准的 这些秘书实际上就等于习近平的耳目 所以 这次火箭军的事件也凸显出习近平所面临的最大困境就是处处是两面人 没有人真正的对他绝对忠诚 据人民报报道 习近平按照王沪宁支流设计的招数全面左转 近几年乱政频出 反复折腾全国上下 他现在不但得罪了原有的政敌 还包括整个政商界 社会上不同群体 有关暗杀习近平或可能发生兵变的内幕传言不断 比如 大陆媒体2021年曾拼入江苏省公安厅刑警总队前总队长罗文进等人 密毛在国家领导人赴南京参加活动时行不轨 正因为怕暗杀 习近平在多地爆发洪灾期间也不肯去视察 报道指出 事实上 平日习近平的出行安保已够严密 现在习还要伸出手到各部队营区 到各地方提前访范 因为哪个将军或高官想暗杀习的话 秘书长最方便掌握情况 习近平现在最需要他们当好自己的眼线 他公开发话强调 提高政治战位 无非是进一步暗示那些高官的秘书们 如果举报高官的问题 必有重赏 习抓住秘书这根线 或让中共高官们如坐针毡 NTDTV报道 目前中共官场凶险诡异 中共外交部长秦刚今年7月被免职后 至今消失不见 值得注意的是 中共国防部长李尚福 从8月29日至今已消失了19天 有消息指 中共火箭军前任司令李玉超 政委徐中波 前副司令刘光斌张震忠已出事 前副司令吴国华已死 而首任火箭军司令 前国防部长魏凤和也数月被露面 甚至有消息指 军委副主席张又霞也有危险 多家外媒报道和社交媒体消息人士爆料 李尚福已被带走调查 消息指 他供出了军方装备发展部8名将领 导致他们也相继落马 三名美国官员与两名已听取相关情报简报的人士对英美表示 美国政府判定 李尚福已被免除身为防长的职务 资深评论人 作家蔡胜坤 日前对The Epoch Times分析 现在可能不仅仅只是李尚福出事 去年二十大之后 整个中国政坛依然是刀光剑影 没有一点点安静的时候 蔡晨坤表示 现在对习来说 他身边没有放心的人 除了蔡奇之外 李强他都不可能完全的放心 包括他过去最欣赏的王小洪这些人 在这样的情况下 整个政坛今年还会接连的出事 很有可能会出大事 专栏作家王赫对NTDTV说 中共现在不想让外民看清楚它到底发生怎么回事 资讯封锁越来越严重 习近平权力达到最高峰 但他现在也处于最危险的时候 已经爬到梯子顶了 这梯子撑不住要倒了 现在就是这情况 有权威消息来源 日前对The Epoch Times说 习近平真的相信预言 很怕死 这次火箭军高层被撤的真正原因 这都和习相信预言中的军人身带功有关 他怕遭到兵变或暗杀 著名预言书推背图第46项写道 有一军人身带功 指言我是白头翁 东边门里扶金剑 勇士后门入地功 时政评论员中原9月16日在The Epoch Times撰文表示 中共军队连出大事 还可能牵连更多的人 党卫军可能保不住党 保不住中共总书记 反而可能威胁总书记 军委主席的安全 这成了中共政局的最大变数 若习近平相信推背图中的 有意军人身带功 那么他对军队的整肃势必不会轻易收手 中原说 习近平身边的高人为了破解预言 会全力帮习近平找到身带功的军人 不见得真能找到 却很可能有不少人受到牵连 暂时未受牵连的人也会提心吊胆 是否可能催生出更多身带功的军人呢 中原最后说 中共政局越来越乱 变数越来越多 不知道下一个谁会出事 习近平不会停止寻找和预言有关的人 中共党内可能不止一人会自认识 履行预言的终结者 中共政局注定还会出大事 2023年6月 台湾民众空拍日月潭经见大鱼吞九蛙的特殊奇景 原来这是九蛙周边设置的270度弧形观景平台 绵延步道就像鱼身 弧形平台则宛如鱼嘴 而鱼眼睛则是少族风水墓 常年都有持续维护石堆 造型组合起来 从空中鸟看 仿佛是大鱼要大口吃下前方的九蛙蝶像一样 而最新更有惊人发现 有台湾民众在高空鸟看九蛙水面时 赫然发现 坦底竟还有一条更大的鱼形 尤其是眼睛 嘴巴轮廓清晰可见 同样做出口吞九蛙之势 将九蛙完整含入口中 为什么说这对台湾来讲是一个大大的急兆呢 因为有台湾民间高人举出 日月潭是台湾龙脉的关键部位 影响着台湾的整体运势 九蛙镇压在台湾的龙脉宝地军上 任其作祟 导致龙脉被毁 这些癞蛤蟆给台湾带来晦气 才会招致厄运不断 之后台湾地震干旱 灾难频发 万物有灵 风水龙脉并非无济之谈 1999年 九蛙蝶巷被放置在日月潭的水蛙头自然步道上 这座晦气的九蛙蝶巷一落地 就导致地震干旱频发 1999年9月21日 南投发生7.6级强震 造成数千人失去生命 还引发大规模次生灾害 有两座山的山顶被削 自2000年以后 日月潭旱情日趋严重 令人触目惊心 而每逢干旱 日月潭水位下降 潭底的九蛙蝶巷就会露出来 成为汗蛙 受到外界关注 随后 日月潭风景区管理处 将步道旁的九蛙蝶巷移至潭中成为水蛙 但干地区仍然地震不断 台湾风水师林正义几年前在节目中谈到 台湾龙脉的走向是由南往北延伸的 主要乾隆为中央山脉和雪山山脉 阿里山山脉和海岸山脉则是左右护发山脉 只要主乾隆不被破坏 台湾国运就会持续昌龙 中部的日月潭 则是让龙脉养精蓄锐的养龙水 以前这里一直被称作龙潭 潭中水位要高 龙的气场才会强 而日月潭中的拉鲁岛 有如宇宙能量的接应处 周围的山地地形也对应着奇珍异兽 九龙在这里去守 休养生息后再出发 因此九蛙压住台湾的龙脉宝地 是真正的祸根 当前日月潭出现奇景 一鸣一岸两条大鱼合力大吞九蛙 不仅令人感到惊奇 而且似乎预示着某种急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